味噌起源于数百年前的日本 是一种由大豆、米或大麦、盐 以及发酵制成制成的传统日本调味品 其制作工艺深植于日本文化 味噌的制作过程可追溯至古老的发酵技术 大豆经过浸泡、蒸煮在与米或大麦混合 形成味噌的主要成分 接着添加盐并投入发酵 利用天然的微生物如黴菌、乳酸菌等 进行长时间的发酵过程 这个发酵过程是未曾形成独特风味和丰富营养的关键 透过微生物的作用 大豆中的蛋白质分解为氨基酸 同时形成多种有益的生物活性物质 如抗氧化剂和乳酸 这些成分不仅赋予未曾独特的风味 更为其保健价值奠定了基础 大家好 欢迎来到乐活人生100 这是一个专门讨论生活和健康相关话题的频道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保健的知识 请订阅我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 我们非常需要您的支持与鼓励 那影片开始了 未曾在日本饮食文化中拥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 被视为饮食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调味品 未曾广泛应用于各种传统料理中 如未曾汤、未曾煮、未曾拉面等 这些料理不仅赋予未曾独特的风味 同时也反映了其在调味中的多功能性 能够丰富食物的层次和口感 未曾不仅是单一料理的调味 更常用于酱汁、腌渍等制作过程中 为料理提供深厚的风味 其天然的咸味和丰富的うまみ鲜味 让未曾成为广受欢迎的调味品 未曾也与节庆、传统仪式等文化活动紧密相连 成为日本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日本被誉为世界上长寿的国家之一 而未曾被认为可能与这种长寿现象有关 以下是未曾与长寿之间可能存在的关联 一、发酵过程的好处 未曾的制作过程中大豆和其他原料 与天然的微生物如黴菌、乳酸菌等 进行长时间的发酵 这个过程不仅赋予未曾独特的风味 还产生多种有益的生物活性成分 包括益生菌、抗氧化物质等 这些成分可能对健康有积极的影响 二、丰富的营养成分 未曾含有高品质的蛋白质、维生素B群、矿物质等 其中、发酵过程使得大豆中的蛋白质转换为氨基酸 提高其生物利用率 这些营养成分为身体提供了丰富的营养来源 三、抗氧化物质的作用 胃层中的抗氧化物质 如黄铜类化合物 有助于对抗自由基 减缓细胞老化的速度 这对于维持身体器官和组织的健康至关重要 四、心血管保健 研究指出 胃层的食用可能有助于降低胆固醇水平 控制血压 减少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这可以归因于胃层中的天然成分对血管健康的积极影响 五、免疫系统的支持 胃层中的生物活性成分有助于增强免疫系统功能 这对于减少感染和疾病的发生 尤其是在长寿者中更为重要 六、营养的平衡 胃层作为一种全面的调味品 可以搭配各种食材和料理 有助于实现饮食的均衡 这有助于防止营养不均衡 对健康造成的不良影响 胃层可能与日本人的长寿现象有关 这可以归功于其发酵过程中产生的生物活性成分 和丰富的营养组合 然而 这种关联还需要进一步的科学研究来确认 并需要考虑整体的饮食和生活方式因素 虽然胃层是日本的传统调味品 但在现代 它也在其他国家受到欢迎 并被运用于各种料理中 韩国有一种类似胃层的发酵大豆酱 被称为韩国大酱 Dongjam 这种酱汁在韩国料理中被广泛使用 例如韩国辣炸鸡的酱汁 烤肉的蘸料等 它与日本胃层在制作和使用上有一些不同 但同样是由发酵大豆制成的发酵酱 在中国也有类似胃层的产品 例如黄豆酱 这是一种由黄豆发酵而成的酱料 常用于中国北方菜市中 如炸酱面和炖菜 胃层在台湾和美国的使用 虽不如韩国大酱那么普及 但在一些特定的料理中仍有用用 使用于汤、酱料、烤肉酱等以增添风味 胃层是一种多功能的调味品 应用广泛且营养丰富 它的好处包括 1.降低胆固醇 胃层中的发酵过程产生的有益微生物和生物活性成分 如大豆中的一黄酮 被研究显示 具有降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水平的效果 进而减少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2.控制血压 胃层的天然纳含量相对较低 与其他高纳调味料相比 对血压的影响较温和 这有助于降低高血压的风险 进而减少心脏病和中风的发生率 3.抗氧化作用 胃层中的抗氧化物质 包括黄酮类化合物 有助于对抗自由基 减缓血管壁的氧化过程 进而减少动脉硬化的风险 4.维持心脏健康 胃层所含的丰富营养成分 如维生素B群、矿物质等 对心脏和血管的正常运作提供支持 维持整体心血管健康 5.促进肠道健康 胃层的发酵过程中产生的乳酸菌 和其他有益微生物 有助于促进肠道健康 这些益生菌可以改善肠道菌从平衡 预防有害菌的滋生 进而促进良好的肠道功能 6.消化吸收 发酵过程转化大豆中的蛋白质和其他营养成分 增加其生物可利用性 提高蛋白质和其他营养素的消化吸收效率 7.抗便秘 胃层中的膳食纤维有助于增加肠道内容物的体积 促进蠕动 减缓食物在肠道中的通过速度 有助于预防和缓解便秘问题 8.增强免疫功能 胃层中的抗氧化物质 黄酮类化合物等生物活性成分 被认为对免疫系统有积极的影响 它们有助于提高身体对抗感染和疾病的能力 9.调节发炎反应 一些研究指出 胃层中的成分可能对发炎反应有调节作用 减轻慢性发炎 进而保护免疫系统免受损害 10.抗菌作用 胃层中的发酵过程产生的有益微生物 乳乳酸菌具有抗菌作用 有助于抑制有害细菌的生长 维持肠道内微生态平衡 进而支持免疫系统的正常功能 胃层在心血管 消化系统和免疫系统方面的积极影响 源于其丰富的营养成分和发酵过程中产生的有益微生物 为身体提供全面的保健支持 然而仍需注意饮食中的均衡和多样性 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 如果你喜欢今天这个主题 记得点赞和订阅 与我一同探索更多关于美食和健康的精彩内容 感谢观看